好,温恩牧师,欢迎您,你好,又给您看到了,虽然我们很熟,但是我还是今天就是关于这个神的宏伟计划,就是其实一直在跟您学习,也在观察,就是我就发现我们在学习过程中,一跟您谈到这个神的宏伟计划,就可以感受到您特别的兴奋,就是有很多想来说的,想来分享的,就是我就想问您,您觉得你为什么 觉得这个神的宏伟计划是可以让您非常的兴奋呢? 这个问题很好,为什么让我很兴奋?事实上在传统的教会里面,我们很注重的是一个救赎,我们十分注重救赎,以至于我们一直活在一个被救赎,然后个人要进入成圣,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一直很 注重注重耶税的救赎,那一个恩典,那一个爱在我们的身上,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动力,有一个驱动力就是我要成圣,这是传统以来教会最多的信息方向,但这个方向带来了一个特点吧, 它十分个人,它十分个人化,在生命的学习过程中,常在个人的追求的里面,有一个结果出来就是,我们特别容易专注我自己的成长, 专注我自己,是不是我今天是不是更多的在属灵的生命里面长进了,专注个人,专注我,而出现的一些问题,当我发现我胜不过的时候,很容易出现一个状态, 沮专,因为我一直专注的是我,神的家很容易专注我,神爱我,一旦发现事情并不如我的期待,我就有一个沮丧,我可以得一个结论,神是不是不顾我了,神是不是抛弃我了, 带下来的就是,在我们的整个服饰里面吧,可以说在服饰的里面,我感觉很苦闹的一件事,就是经常要去救火,可以说有许多的时间要花在对个人的栽培,或者是个人的陪伴里面,尽管是很重要的,但是你会发现,你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这样的难处里面, 救火,你就需要有精力,你需要有时间付出,都进入一个精疲力竭的腐蚀,但是果桥好不好呢,或许这件事解决了,解决是有,我们很感恩,看见神的工作,圣灵的大门,把人的心从那个低层中提拔出来,但是还会有第二件事啊,所以自从进到, 进到神的大计划,也就是回到神的叙事里面,会发现原来神的整全的一个计划,他不是关注一个人,他乃至关注在整体,神的一个整体, 从他的创造,从创世纪开始,我们看见神的创造,亚当夏娃的创造,然后神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,把使命赐给他们,神是给他们有使命,看守管理,治你这地,但是当人犯罪以后,他已经失去这个管理的能力, 也就是说失去这样的权柄,所以神的心意,是借着人,要来治你这地,但是当人失去他的,失去这个权柄,管理的权柄以后, 人就渐渐渐地与神,越行越远,越走越远,神呼召亚伯拉罕,重新来恢复他的整个心意,整个计划, 所以我们知道,一直从亚伯拉罕的约,一直到以色列的约,一直到大魅的约,都看见神在一步一步一步的恢复,而且展开他的整个计划,直到耶稣基督, 耶稣基督来了以后,他一直预言自己被交到人的手中,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,人要因他的名传讲, 耶稣基督的道,耶稣一直启示这一件事情,等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,耶稣好像,我们看见他转了话题, 尤其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,我们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,把自己活活的写明给这些门徒看的时候, 他所传讲的是什么,神的国,也就是说,耶稣完成了这一个救赎了以后, 耶稣看重的,这救赎为了什么,神的国,所以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, 你们要等候,只等到圣灵的将领,得着能力, 要从耶路撒冷,犹太全地,撒玛利亚,直到地级,为耶稣做见证, 这是开始,也就是说,从整个神的大故事,他的大计划来看, 人不再是关注自己了,神的整全的计划在于他的国度, 所以他借着救赎,就把一群被救赎的群体,是这个群体可以去拓展神的国, 所以我们看见,在使徒行传一开始,我们看见一个新的篇章开始, 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,那个新的篇章,就是国拓展,人的权柄,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天上,地上所有权柄, 师父又回到那个管理看守,这地的权柄,耶稣为我们夺回, 所以在从这个神的大故事里面,让我里面很兴奋, 就是我们竟然是这样的荣幸,被神放在他的大计划, 原来我们人是为这个而有,这是根源, 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么兴奋,确实,谢谢。 从您的分享,其实可以得出这么一个,好像一个更新的观点, 就是个人的救赎,它不是一个终点,其实恰恰是一个开始,对吧? Yes,它是一个开始。 那个温文牧师,我从您刚才的这个分享里面, 我觉得确实,就是如果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神的国, 然后把自己的使命跟这个神的,就是大使命可以融为一体, 这样的话可以活出一个更加有使命的一个人生。 那我就是有接下来一个问题,因为您像, 我知道您在国内服侍过非常多国内的教会, 那国内所面临的这样的挑战啊,环境啊, 其实跟北美是很不一样的, 那您觉得这个神的宏伟计划的这个学习, 它是对北美教会和对国内教会, 它都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吗? 那您觉得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区别? 我相信神的大计划,对于不管是北美也好, 西方教会也好,对于中国教会也好, 或者是第三世界的教会也好, 也被称为蓝半球的教会也好, 都是同样的一个计划被圈在中间, 只是人的认知,教会,区域性,西方教会因为承接了太根深蒂固的救赎, 作为一个终极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里面, 它的这个认知可以说比较影响整个西方教会, 那对于中国教会来说,毕竟它是有它的一个特殊性, 在于它的资源没有像西方这么多, 以至于教会,中国的教会, 它很多都是有自己的一些思考, 进到自己的一些思考里边, 所以呢,仅是以救赎为我们的终极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, 对他们来讲, 影响不像西方这么深, 但是它仍然借着神的大故事, 教会是活过来的, 因为中国教会, 他们里边处在一个极深的一个渴慕, 中国教会承接了一大使命, 大家都有听到一个要回归耶路撒冷, 中国教会真的他们就认为他们承接这一把, 这是他们的命定, 他们也把这把钥匙拿在手中, 当神的大故事被人所认识的时候, 重新调整他们的方向的时候, 他们发现原来神给他们的命定, 给他们的托付跟这个很match, 可以说中国教会在领受这一个神的大故事里面, 他的感受跟我们的感受有点不一样, 就是他很确认, 确定他们的使命, 就是要把这一棒传回耶路撒冷, 他们的整个活泼性是前所未有的, 我接触的教会, 我发现他们里边是充满了一个热情, 对这个使命充满了热情, 但不再是说我个人得一个救赎, 当然在中间也有很多的教会有反思, 因为受到西方教会的影响, 停留在救赎, 有的人是借着生病认识神来接受主, 有的人是因为家里有难处来接受主, 或多或少他们领受的救赎, 不是一个整权的救赎, 所以在大故事的里边, 也重整中国教会, 在传福音方面的一些碎片的信息, 今天他们回归到这一个整权的福音内容的时候, 他们会发现, 这个福音内容把人带进的, 不是个人的得救, 乃是带进神的整体的计划里面, 就是那您觉得这个神的宏伟计划, 或者叫大故事, 就是说他对教会的牧者和这种核心同工来说, 学习这个神的宏伟计划, 他可以得到怎么样的造就, 那就是换句话说, 对教会的牧者和同工, 核心同工这个群体, 就是教会的领袖, 那他们可以怎么来帮助他们来建造教会呢,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, 您刚才说中国教会很多教会, 他都有这样一个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个负担, 那学习了这个神的大计划, 您觉得可以再就是说加强, 还是说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来进入这个使命呢? 最起码在整个大故事里面, 我们知道涵盖着初纪教会, 直接从耶稣领受的那个吩咐, 那一个使命, 耶稣已经把策略化的拓展神的国传给了教会, 从大故事的后面, 就是新约, 我们看见新约的展现的时候, 就是神的国的展现, 神国的展现, 不管是通过使徒行传, 保罗书信, 还有使徒书信里边,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, 在神的大故事里面, 大计划里面, 有教会拓展的策略, 也就是说神在使徒行传里面, 为教会已经留下了一个拓展教会的模式, 所以每一位同工, 每一位牧者, 他在这一个大故事的重整里面, 他会得到一条路, 会看见一条路, 重整他的福事, 重整教会该如何行, 保罗领受两个托福, 神给他两个托福, 一个是把这奥秘传给外邦人, 第二, 就是要众人知道, 这奥秘怎么安排的, 这是保罗的两个重生领受的托福, 也就是说保罗不单是外邦人的使徒, 他还是建造教会, 拓展教会的专家, 基督已经把拓展教会的策略, 模式托福给了保罗,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, 你要我所传给你的, 你也要这样传下去, 你也要传给那能忠心, 教导别人的人, 我们常提到规模, 纯真的教导, 真理的规模, 这规模原来就是一个原道, 他包含着真理, 整权的真理, 他还包含着策略, 他包含着如何拓展教会的策略,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, 我所传给你的, 你要传下去, 不可骗一样, 从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, 我们看见的一个现象, 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是急于应对, 当时时代所面临的一些难处, 在不知不觉的里面, 我们从早期教会使徒的教训, Kroma, Didicate里面, 我们已经看见, 慢慢不知不觉失去的一些元素, 但我们今天回归到大故事的里面, 神的大故事, 神把保罗的整个策略, 也圈到他的教会拓展的里面, 所以同工, 牧者, 在重新回归来思考神的整体的计划的时候, 一定会影响他的服事, 一定会影响他带你教会的方向,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, 所以其实我刚才听您分享, 我也觉得是好像是眼前一亮, 他不仅是一个, 好像我们了解一个神的大计划, 而是说, 他可以从这种非常fundamentally, 非常根基性的来改变大家服事和执堂, 或者说教会倍增的一个策略, 你是这样的, 是这个意思, 那如果你要是讲到这一点的话,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就不管是北美还是国内, 或者说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是一种这种堂会的形式,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应该说有相当长的历史,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讲到保罗的策略, 回到这个初代教会, 似乎我看到其实保罗他有这种一个家的传承, 对就是说在先是从一个家庭以家为根基, 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策略, 因为教会是由众家庭组成的一个大家庭, 我知道您现在也在实践这个家庭的教会, 我很想知道, 就是说您觉得这个, 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看起点, 就这个好像可能也跟神的会计划有一些联系, 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看见, 关于这个家庭教会, 那另外就是您顺便也分享一下, 就是在家庭会里, 您实践这个神的宏伟计划,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观察思考, 我们看见早期教会, 从第一世纪到三世纪, 两三百年的时间里, 我们看见几乎罗马帝国, 整个版图都有教会被建立, 也就说那个时候早三百年的时间, 整个教会的拓展是惊人的, 而且它的拓展, 我们回归使徒行传里边, 和保罗书信里边, 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像我们今天堂会这样的艰难, 保罗第一次被圣灵拆派出去, 他跟巴拿巴出去宣教的时候, 我们看见他大概这一次是一年左右的时间, 但是他所到之处做了一件事, 他除了传福音召集他们, 培训领袖, 然后按理长老之后把教会交给苏德恩, 也是说这个教会就由长老们来牧养, 来治理, 保罗就离开去另外一个城, 这是从使徒行传十四章,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, 我们看见是不是有个循环, 一年的时间, 我们思考一下, 一年的时间, 保罗可以在各城都做这一件事, 这些长老哪里来的, 这些领袖哪里来的, 这么短的时间, 领袖就训练起来, 有一个什么秘诀, 然后我们回归到早期教会, 一行程, 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, 彼得的一篇道有三千人信主, 三千人受习以后, 他们做什么呢, 教会一行程, 他们做什么, 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, 告诉我们的, 就是他们横行遵守使徒的教训, 彼此交接, 拍饼, 祷告, 他有这四件事, 也就是说早期教会, 这一切的, 他们的聚会方式, 他们有教导, 不但有教导, 他是遵守的一群人, 他们有团契彼此的交接, 早期教会所说的掰比, 他是爱言, 他是以吃饭的方式, 一个大背景, 来在整个聚会里面, 似乎形成一个大背景, 然后他接着祷告, 施章送出宁歌, 这是早期教会的一个模式, 从这样的, 以几个要素我们去思考的话, 他是以家为背景, 吃饭的方式, 也就是说吃饭是历史历代, 各种文化都必须要有的, 每一个家都要吃饭, 好像不需要说哪一个朝代, 在这样的背景, 以后的朝代没有, 我觉得从保罗的书信里边, 他一时劝勉, 家的建造都是以家的形式, 所以早期教会我们可以看见, 早期教会聚会的一个模式, 是很生活化的, 唐会必须要有一个建议, 唐会必须要有讲台, 唐会它还有各样的仪式, 所以有人说, 唐会很容易进入一个试探吧, 就是公司化, 结构化, 制度化, 如果我们今天来思考, 唐会跟早期教会加的模式, 我们会明白为什么早期教会三百年, 一到三世纪, 他那个福音, 他那教会的建造和拓展, 那么快速, 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, 我们里边有一个零售, 在家教会里面, 他就具有, 可以回到生活里面, 很真实的, 我们的信仰就在生活中展现出来, 我们的聚会就像家人一般, 家人在一起一定有吃饭, 吃饭是连续关系的很重要的一个背景, 我们有掰饼纪念主, 我们的吃饭跟所有, 平时我们朋友, 我们请客吃饭不一样, 我们开始一掰饼, 也就是说, 我们今天在这里领受基督的丰富, 是因着那一位已经为我们破碎身体的耶稣, 为我们使在十字架上的耶稣, 把生命付出, 而将丰富赐下来,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, 进入饭食爱宴, 在爱宴中我们有生活化的交通, 信仰不是只需要在教堂去展现, 信仰也不需要在, 你是灵修的时候才展现, 所以家教会更容易使信仰生活化, 也更容易使那些对教会堂会的惧怕, 担心进到里边被挟制的, 担心进到里边被框住了, 这一群人很容易邀请他们来, 因为他看见这一群人很生活化, 家教会是一个带给我很多的兴奋点, 尽管在服侍起来,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, 需要有很多的付出, 但是我每次我都感受到喜乐, 因为这是庆祝, 庆祝在基督里的新生命, 庆祝基督的复活, 所以你在准备起任何的服事, 准备起任何今天家人要到家里来, 一起聚集的时候, 你会很兴奋, 你不会觉得好像很疲倦, 你会带着一个方向, 你很有吸引, 很有热情做一件事, 所以你这是问到观察, 我是一年多了, 一年多尽管在疫情期间, 疫情期间很多都只是在网上, 当然我们就觉得在网上确实, 如果要呈现一个家聚会, 是一个不太真实, 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, 有一个寻求一个祷告, 我们求主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, 圣灵在我们中间, 神的保护也在我们中间, 所以我们从去年的月份开始, 我们就家聚会, 每一个星期聚在一起, 我有一个观察, 就是从大故事进来, 不管他对于教会认不认识, 他有没有接受救恩, 他什么都不知道, 他进来以后, 他首先有一个确定, 他受造是有意义的, 他首先有个确定, 原来不管他认不认识神, 他原来是有一个使命而来到这地上, 慢慢他发现, 原来在亚当夏娃里, 这一切神给的权柄失去了, 他需要夺回, 从亚当这样的一个承受使命以后, 失去了这样一个权柄管理, 看守这地的权柄以后, 大家是有一个叹息的, 有一个人心里讲, 他没有他们多好, 我说没有他们可能会有第二个人, 因为人离开神, 他就是只是软弱的, 所以整个一直到基督再来一个救赎的恩典, 释放出来的时候, 他突然发现, 原来救赎的恩典是把那个我失去神给的那个权柄, 借着耶稣夺回来, 我这时在这里才开始, 最近我跟其中有几位有一些交通, 他们认为在家里边他首先第一, 每个星期, 星期五他就期盼, 你不需要通知, 他就知道他要回家, 他是用回家的话, 第二件事, 他发现在里边可以找到他自己, 在里边可以临受到爱, 他特别感受到家的温暖, 爱, 第三, 他感受到在中间的自由, 他不需要像教会里边装扮得很认真听到, 第四, 他也是其中的一员可以参与讨论, 参与说出他的感想, 他认为很自由, 他不给自己压力, 他就说我要更多的知道, 我要更多去认识, 我要更多去经历, 免得我不知不觉把自己推进一个宗教, 他不要宗教, 他要的是那位真实的信仰, 所以这是一年三个月, 在我们中间不少的年轻人, 可以说现在正在这一条路上, 而且几乎可以说你用一个宗教式的方式来对他说, 他会马上分辨出来什么是宗教, 什么是真实, 恩典不是棉价的, 救赎不是棉价的, 所以不是强迫你, 救赎是你真认识的时候, 你真看见的时候, 你会要迫不及待要进入, 对我们来讲, 服事或者是在我们中间也好, 突然发现那一个不真实外在的, 那个要进钱的外袍, 好像在我们中间已经被脱弃了, 已经脱弃了, 所以里面为着这个家教会十分感恩, 十分感恩, 好的, 非常谢谢, 我觉得您刚才的分享, 其实我相信会带来很多的思考, 再一次谢谢您, 非常非常感谢, 谢谢, 谢谢永明, 辛苦了,